为了科学,直观地检测天师宜康源水素健康水杯所产生的氢气含量,并与他牌水素水杯进行实地检测对比,我们特别制作了这部视频。 在下面的实验中,我们将用到市售便携式溶解氢测定仪液台,他牌水素水杯一个,天师宜康源水素健康水杯一个,普通水杯一个,盛装自来水的凉水壶一个,盛装纯净水的烧杯一个。 为保证实验所测水源相同,我们将凉水壶中的自来水分别倒入普通水杯、他牌水素水杯,以及天师宜康源水素健康水杯中待用。 首先,我们打开天师宜康源水素健康水杯和他牌水素水杯的电源,开始制水。 在以上两款产品制水的同时,我们先来检测普通水杯中自来水的水素含量。 这时,我们需要用到专业的检测工具,便携式溶解氢测定仪。 这一仪器可用于准确测定溶液中的氢含量。 第一步,我们把蓝色保护盖取下。 第二步,从测定仪上取下碳头热滑盖。 请注意,不要将碳头热滑盖中的碳头保护液洒出。 第三步,按下电源开关。 当便携式溶解氢测定仪,数值为0时,开始测定。 将碳头进入盛装自来水的水杯中,静置10秒左右。 待水素数值稳定后,读取并记录最大值。 可以看到,在自来水中,由于水素未被分解释放,水素含量为0。 当他排水素水杯灯光由蓝色转为绿色。 天师仪康员水素健康水杯长鸣六升并显示蓝色灯时。 表示水素水已完成制备。 下面,我们先来检测他排水素水杯的水素含量。 当便携式溶解氢测定仪,数值为0时, 我们将碳头进入他排水素水杯的代测溶液中,静置10秒左右。 待水素数值稳定后,读取并记录最大值。 可以看到,他排水素水杯制备的水中,水素的含量为102ppb。 最后,我们来检测天师仪康员水素健康水杯的水素含量。 先将便携式溶解氢测定仪的碳头在纯净水中清洗一下。 待确认数值为0时,将碳头进入天师水素水杯中,静置10秒左右。 待水素数值稳定后,读取并记录最大值。 可以看到,水素含量为803ppb。 通过使用专业的溶解氢测试工具,可以验证。 普通水杯中的自来水水素含量为0。 他排水素水杯制备的水素含量为102ppb。 而天师水素水杯制备的水素含量可至少达到600ppb以上。 本次检测的最大值为803ppb。 由此,我们可以得出结论。 1.天师仪康员水素健康水杯可以产生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水素。 2.天师水素水杯中的水素产生量明显高于市售他排水素水杯。 2013。